你好,政治揭露 出交日是2月13日 我錄的時候,當然是2月12日晚上 大約差不多10點 這樣呢,其實就先講一講 講一下陳詠欣和霍詠嘉的頻道 大樹與木球,Y2K 她的頻道就跟我說叫我救命 因為她有投票片,其實也挺好view數 2月8日出,上到19萬的 但是有大量的dislike 很奇怪,有這麼多人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dislike呢 其實她擔心這段影片被人撒毀了 她的台現在其實 訂閱數都被人按住 其實有時候有些影片上到很高 但是有時候的影片,譬如說這套 上11萬,這套19萬 但是有些是1萬多 又2萬,很怪異的 其實就有時候 我們那個,就是我們 我們藍營這邊 有時候說怎麼不分黃藍呢 就是有個政治立場 我們支持警察保護秩序 這樣就一個立場 我們就不憎恨中國的 甚至我覺得中國也很偉大 那就是一個立場 有些人是憎恨中國的 有些簡直是仇警的 有些簡直是撐暴亂的 那些就叫黃 怎麼會不分黃黃呢 因為你對一件事有立場 是不是 說這些很虛偽 不需要分證件 如果我覺得依人的時候 就不需要分證件 但是我們說話的時候 我們是有個立場 除非我是沒有立場 但是,好像陳詠欣 工聯會這邊 他的頻道當然的立場 就是希望社會平靜 希望大家不要仇恨中國 你們推翻不了中國 是不是 現在香港什麼都要靠大陸的 就是你們 你們其實現在 這個疫症已經證明了 你什麼都要靠大陸的 美國佬不會救我們 我們昨天說 中國可以招一千七百萬個口罩給我們 美國經黃之鋒給我們十萬個 就是蚊腿和牛腿 大佬 就是你去亂反 就是你們說那些什麼民主自由 在這個動亂的日子 有時候還聽到說放炸彈 雖然炸彈是鞋合鼻屁那麼大 都不知道搞什麼 但是我們這個陣營 就真的被人打壓得很厲害 譬如說政壇新秀 他們覺得 升的速度真的有問題 所以其實都是希望大家 多些幫忙 譬如說他們的頻道 有得訂閱 記得按個鈴鐺 我那個也是 我們不說這些東西 我們回頭說疫情 我們希望講快一點點 總之就是說 我們看全國確診的數字 44765 另一邊看武漢 333 33366 兩個雙減得出的數 就是11399 這個數字 你可能覺得不重要 但是另一邊看 每日新增的確診 這裡說2057 2057 其實這個數字是很好的 就是說 2057真的少了很多 以前前幾天看3000 4000都有 現在跌到2000頭 但是 但是 你反過來 湖北那邊的數字 是1638 兩個雙減就是419 這419 就是湖北以外的疫情 剛才說 11399 就是11399 就是湖北以外的 的case 那你新增確診 就是419 湖北以外的中國 計算香港 其實呢 這個數字是停滯了的了 就是說 你看到 中國這幾天 他用一個很 強力的方法 這幾天呢 就會處理湖北疫情 很多臨時醫院 在電視都會用到一個 術語叫做 方艙醫院 這個大陸發明的術語 我叫它臨時醫院好些 就是拿一些體育館 拿一些會展中心 喂 拿過來 放一大堆床位 你中了 因為太多人確診 湖北三萬幾 湖北有三萬幾個case 那麼多些病床 進去 那就避免 在街上周圍惹人 那這些方艙醫院 不斷出的時候 的確讓疫情的擴散 沒那麼厲害 湖北以外的死亡數字 其實就 我可以簡單說 就是 湖北 全中國 一一一一六 即是一馬 一千一百一十六 武漢 一千零六八 雙減 就四十八了 其實湖北以外 有四十八人死 其實就 都不是很好的 但是也都不是很嚴重 就是說一句呢 仍然未出現雙位數字的死亡 但是呢 河南八宗比較差一點 黑龍江八宗比較差一點 希望不會再變差 現在呢 日本呢 就會限制呢 浙江 浙江呢 其實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要限制浙江的人入境呢 其實是溫州 溫州呢 其實偏多的 一個城市裡面 有四百多單 深圳呢 三百八十六 所以呢 其實這些留意一點點就算了 那其實就是香港的情況呢 嗯 開始有治癒個案 我想這樣啦 我們都要看看 其實 治癒數字來說呢 在全中國去比較呢 是真的很低的香港 香港有五十單 只有一單治癒 零下有五十八單 有二十二單治癒 香港以下就青海了 十八單有五單 嘩!治癒率很高啊 真的呢 近三成啦 為什麼香港的治癒率 只有五十分之一呢 就是兩個百分之一呢 人家就有三分之一 就是三成左右 就是三十個百分之一呢 為什麼香港的治癒率這麼差呢 我不是很明白啊 但是 有好過沒有 我希望呢 香港開了 就是開了 開了齋啦 就是全中國 真的 不上港心 香港的醫療設施 應該是 中國裡面算是頗好的一個城市 但是呢 治癒率是這麼低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陸續有一些 就是可能 標準 可能 香港就說他標準啦 他標準高 所以不放人出院 是不是 還是有些醫護玩事 做不切呢 所以照顧這些病人的時候 哦 不夠人手啊 差點啦 看多幾天啦 這樣 就是呢 這些都很 香港的情況呢 是差的 就是一邊 就有個疫症啦 定應一邊呢 那些人就放炸彈 現在無線新聞 頭條都不提了 因為一個爛鬼子盒 搞到早上呢 大埔虛洪泰和之間 那一段又沒有 那他們為什麼要放炸彈呢 這樣 那理由呢 就是拋頭的 他就說呢 要全面封關 你還想怎樣全面封關呢 我想問 我給你一個圖 希望他快點出來 他就說 要2月14日又死線 你的死線 那些死線 那時候呢 黑暴 現在都算是在黑暴 那時候黑暴 經常有死線的 現在2月14日 又是死線 然後呢 又說全城開花 就說要全面封關 喂 其實1月26日 都開始社區爆發啦 是不是啊 在觀塘那家人 他吃了那頓飯 打了那個邊爐 就一次過十件啦 是不是啊 我們沒有發現他到處走 走了一個多兩個星期啦 是不是啊 其實呢 我反過來說 我覺得封關呢 真是你說 意義不大 你壓低人流 那又怎樣呢 現在已經在社區爆發著 你是倒閉病原啊 還是希望 香港如果醫不治的人 長期都這麼低的治癒率 會不會說 地時反過來 是香港的人要上大陸醫呢 你全面封關 你有事的時候 又叫大陸幫忙啊 你們香港的醫護有沒有能力 治好香港人呢 我現在都懷疑著 真是對不起啊 因為你治癒率 真是全國 在一個大的 多人口的城市裡面 你是最差的 大哥 那現在呢 你們說要全面封關 那你怎麼封呢 是不是連最後香港人回來都不給呢 為什麼這麼野蠻呢 那現在呢 現在去講一些 不知道 去搞一些診所啊 就是人家在醫治那些 不同的診所 醫治不同的人 你要 殺他呀 你們在抗疫什麼呢 你要騷擾人家的診所 叫做時代抗疫 抗疫 康復香港 你有什麼康復啊 你騷擾人家的診所啊 大哥 你們在說什麼啊 指鹿為馬 就是我們呢 對這些暴徒 他們做些無聊的事情 當然啦 現在警察抓人很爽手 因為休息了 那一陣子不斷地搞 就是大約 真的剛剛好 台灣大選後 他們搞得是慢了很多 一月 我想最厲害的就是 燒那個匯豐的獅子啦 是不是 其實之後呢 不算是很猛烈 就是一直 一月頭到現在 但是警察有機會的揭釋了 但是你現在 放那些炸彈 又是爛鬼紙盒 是不是炸爛了紙盒 那你炸爛了紙盒 我不是覺得 啊 我很害怕呢 是不是一天抓了兩宗 炸爛了紙盒 連屎坑也炸不爛了 那炸爛了鞋盒 那做什麼呢 就是是不是你們仍然覺得 啊這樣叫做 你們很正義啊 很正確的呢 現在反過來 另一個問題呢 爆發的 就是說呢 有一些呢 無線新聞的報導 有一些呢 在武漢滯留的香港人 事實上那邊的確 醫療是緊缺的嘛 是不是啊 有三萬多個個案子 有十個香港人中了 有在恩施也有 武漢也有啦 接著有二千 有一千個個案 有二千個人 在武漢滯留 在武漢滯留 是不是特區政府 在他們沒事的時候 是不是完全不理這些香港人呢 那接著叫大陸政府負責了去呢 是不是 就是你們 要全面封關啊 那那些二千個香港人 他們不是香港人 任由他們在湖北 就是香港政府想怎樣呢 就是你看到很多東西 他們說 他們說 控制口罩不控制嘛 有個橋他不設的嘛 接著你說 喂 那些檢疫中心在這裡了 什麼 翠瓦山房啊 在美股對面那間 你在用著啊 但是那些人繼續搞啊 你會不會更加多的檢疫設施去徵用呢 人家大陸去徵用一些會展啊 徵用一些體育館啊 你正不正用呢 喂 那那二千人回來香港要隔離 那你是不是不理他呢 武漢是比較危險的 他在那裡 吐呢 他容易 遇到病 因為那裡的地區 始終是比較多些 武漢城特別 我覺得很多香港人 哎呀 喂 你是不是遺棄我們啊 為什麼政府不負責任啊 這方面我覺得政府真的應該要做事的 二千個香港人在湖北滯留 你 特區政府縮頭歸這樣 我呢 是 我永遠 我說話那時候公道 就是說呢 警察 如果警察 真的殺人放火 可能我都 可能改變立場 但是我沒有看到警察的殺人放火 整體上 警察是保持秩序 鎮壓暴亂 那我就支持警察 如果你林鄭做些事情是像樣的 譬如說舉例 你堅持不奉關 我覺得你做得OK的 因為你只是說 社會這麼大的聲音 你就限制流量 是不是 你限制流量 都是好的 是不是 那 你如果不是等那些照片回來香港人 就回來 在珠三個一屆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 在湖北那些 你真的不來嗎 你OK 其實你可以的嘛 你可以拿了一個紅磡體育館 拿來做檢疫中心 給他們 放了一些床位 那些大陸就行了 是不是 用來隔離 不是怎麼樣 OK 你說紅磡體育館 太陷紅磡 那 不是的 你有人看守住就行了 是不是 OK 你覺得那裡不好 那你想一下這些地方 是不是 你什麼都做不到的 那是不是香港 香港就是不理會那些 那兩千個香港人在湖北 人家要求你 撤離 你不理會 你不理會 付些責任 好不好 那 那 除了 帶香港人回香港之外 特別有一件事 我會特別講的 有一件事 有些散散散散散散 有一件事 關於黑暴的新聞 他就說警察那邊查聲火同盟洗黑錢的問題 就是我們年初被人燒毀了石獅子 原來聲火同盟是牽涉毒品交易的 你說聲火同盟得錢是原本用來做什麼呢 用來支持你們所說的義士 為什麼會變成毒品交易呢 還是你們用毒品引劃年輕人參與暴動去襲警呢 他上了電所以他膽敢襲警呢 不上電 他有理智就不做了 這些新聞無線為什麼不播呢 你抓了四個人說他和毒品有關 是另一支中國人提供聲火同盟 你現在是不是整個泛民 我拍過梁家傑支持聲火同盟 或者泛民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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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搰賺 支持聲火同盟 你們是走毒品的呀 你们现在是不是社会独流呢? 同一批支持星火同盟的人 是放炸弹的 有真枪的 不过你们用炸弹不敢制造大量伤亡 但你们这帮人是对社会潜在威胁的嘛 我觉得呢 特区政府不肯立23条 你用个紧急状态之下立23条 我觉得都可以的 你立着先啊 不过紧急状态取消 23条可能就跟着取消也不行 是 用着先啊 但你林郑就是不作为 大家抢口罩 大家一会儿听一下炸弹 一会儿地铁都明明封关了 去不了罗湖 去不了洛马州的了 还要搞冬铁 虽然是避死这么多东西 这些都是制造恐慌的 不知道搞什么的 大哥 我觉得是很恶劣的 最后再说一件 这件事呢 我觉得呢 要特别留意了 这个呢 就是 去年 其实呢 因为这个暴乱呢 其实死了是两个人的 我们可能要讲完呢 616 1113 就是罗八 就是一个清洁工人 被砖头扔死了 原来6月16日呢 就是他们呢 完成了他们的暴乱的聚会之后呢 有一个26岁的青年呢 是谋杀了一个六十岁的 六十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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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是六十岁的 一个中 中年的人士啦 我觉得叫他老年人不是太好 就是为什么 你们的暴乱 你说要告他误杀 你们是因为在那个暴乱 你们在参与着 支持着612 跟着616 你们去搞你们那些 扰惑人心的 集会 讲完所有的东西 就是说 要推翻特殊政府 又什么什么 这个是暴政 跟着呢 这个叫梁清然 梁清然的人 这个是26岁的青年呢 去谋杀 现在告他误杀啦 他就去 推葬 另一位 六十岁的老人家 那个不是黄丝来的 那个只是一个香港市民 那个当中里面 他们有没有口角 我不知道 但是在擠逼的里面 他就 可能有一些口角 可能有啦 总之他就推死人 那就是说呢 在这个暴乱里面 死了两个人的 但是呢 传媒长期都要隐藏这个case的 这个黑色的暴乱 真正死了两条人命 两次都是暴徒杀的 传媒当然不报啦 这件事盖也盖啦 现在35万去保释 为什么一个杀人的人可以保释呢 他这么暴力 为什么可以到处走呢 我说他扔到35万就可以到处走 是吧 遲些又可以杀多一个 那些 那些 律政署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些法官做什么 那些裁冠官 不过就算了 唉 是 不过不论如何都好 希望香港 香港的情势呢 现在这个疾病呢 就在社区失控的啦 那我希望大家呢 尽量少出街 是不是 你没有口罩的同同老板 官方方就因为 因为这是东西的人 但咱们很期待 你看到那些理解 大了 现在 只是说明天 呢 有没有种。 真的很大 瑞士 尽量小心点,就算这个灾难 中南山就说大约4月才结束 希望4月头就结束 有些人说希望3月底结束 我觉得也有希望,因为数字我看到 因为数字在下跌,治愈人数是700多 每天增加了700多,800多 可能有一天,治愈人数多过新增确诊人数 我对大陆充满希望 香港的治愈人数走得很慢 比较我比观点 大家小心点,先说这样